不要问我在哪里 问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句海军潜艇兵之歌里的歌词正是潜艇兵的真实写照 潜艇部队是人民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之一 他们深藏大洋之下 随时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 1954年 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成立 打卡第一支 今天就跟我一起探访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 这里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码头 70年前 第一支潜艇部队正是组建 70年来 一艘艘潜艇就是从这里起航 向深 向远 航向深蓝 一批批潜艇人也是从这里走出去 成为组建和补充海军其他潜艇部队的中坚力量 1951年4月 在战火硝烟中组建不久的 新中国人民海军选派275名官兵成立潜艇学习队 1954年6月19日 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正式成立 这275个人日后分散到了各个部队 成为了骨干 种族部队 不光是成立在这里 人员在这里 我们在战法创新 在战法研究 在各个方面都是用这种种族部队的要求 用征地医的要求来激励此起 服役过多型潜艇 明年即将退休的欧阳班长 对于从军支出服役的潜艇 他依然印象颇深 第一次上天的时候 因为这传统装置都是一些机械室 超市的时候就比较复杂性了 因为动作比较多 如果说欧阳班长的上舰出体验是复杂的话 同样入伍近30年的赵峰 他的体验是累 和现在相比 那时候确实比较落后 主要是靠人力 一小无忌装置下来 要换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累的 这个绑子都是第二天都同要命 而两位服役近30年的老兵 亲历海军潜艇大发展 他们的感受是相似的 现在我们这个站位已经采用了计算机模式的 把一些数字输进去就可以了 不像以前属能这么复杂了 第一次建这个艇 当时他们在充电 当时我一看 充电怎么没有声音呢 就是这个第一震撼 第二是到前天里面去了以后 包括里面这个电气化比较高 靠电脑操作的比较多 这个和老兵来比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70年弹指一挥间 从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成立至今 潜艇部队已经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杀手锏 这些年我们积极地探索 潜艇的全市海战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有效融入了联合火力杀伤链 在各种演习和实战背景任务当中 都得到了检验 不是每一个伟大的故事 都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篇 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故事 已经书写了75年 情节已经进展到了航母编队驶向深蓝 但故事的起点 江苏泰州白马庙 既不临江 也不靠海 这座二层小楼曾经是渡江战役时 第三野战军东线指挥部 选在这里是因为它的位置 离长江不远不近 便于指挥和灵活调度部队 同时它又远离泰州市区 隐秘而安全 1949年4月20号 渡江战役打响 4月23号 三野主力胜利渡江 荡天解放南京 同日中央军委集电三野 立即组建海军 于是75年前的今天下午 就在白马庙的 三野渡江战役东线指挥部内 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部队 华东军区海军 正式成立 就这样 看上去不起眼的白马庙 成了人民海军的诞生地 奔向大海的起跑线上 一穷二白 只有13个人 回忆当年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平说 当时三辆美式小吉普 就装下了人民海军所有的部队 但人民军队从来不缺斗志 部队边打边舰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75年 人民海军留下了一道道航迹 有萧敬光司令 视察流工岛借来的小渔船留下的 有买来的四大金刚驱逐舰留下的 有自主研制的万吨大驱留下的 有航母编队留下的 这航迹还在空中深海 继续延续 万里海天 离波踏浪 而那座不临江不靠海的小小白马庙 给了这个辉煌的故事 一个最恰切的开篇 呈下了人民海军波涛汹涌的志向 如今 故事还在书写 白马庙 人民海军已在深澜